人生若只如初见,两天破两亿,而他成为本剧最大赢家。 近几年网剧的口碑和评分往往要甩位是剧几条街,白夜追凶,无证之罪都是网剧中的佼佼者,而人生若只如初见将领跑2018网剧新势力。 人生若只如初见将的是军阀混战时期一家三嫂一连凯,和先进女学生秦桑之间的爱恨情仇,以及博鬼云学,暗藏汹涌的家族关系。 一连凯的扮演者是韩东军,他凭借《无心法师》中《无心一角圈粉无束》,演技精湛的他完美地诠释了傲娇深情又聪明的一连凯。 孙怡则在该剧中扮演女主秦桑,虽然她相貌并不是十分出众但是看着却很舒服。 因为演员的精湛演技,剧组的良心拍摄,该剧上线就获得了两天突破两亿的好成绩,这个成绩让未始剧网沉莫及,在新的一年为网剧开了个好彩头。 在所有演员中,最大的赢家飞孙怡莫属了,爱情事业双丰收,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,相信她的事业会越来越好的。 你觉得人生若只如初见这部剧怎么样呢?